肉不敢吃了 现在连甜点恐怕都是危机重重 这是知名甜点连锁店强威派 经过追查之后 发现竟然也使用了顶心的问题牛油 主要是用在派皮的制作上面 原本食药署还要求把这个十项问题产品全数下架 不过店家已经没有库存了 因为问题商品全都被消费者吃下肚 知名甜点强威派一片片鲜美可口的派皮 里面竟然也有顶心问题牛油 台中市卫生局追查发现 下游制成的金氏季酥油 出货给了强威食品公司 而且六月的存货已经全吃下肚 包含卤肉蛋糕 芒果慕斯 草莓布雷 提拉米苏等十项产品 全都用到了顶心的问题牛油 3000万以上的一个油脂的制造工厂 我们还在持续击查比对当中 食药署强调查到哪 办到哪 不过随着大厂连环报 每天都有食品要下架 加上已经查了两周的黑心油 统一大企业竟然才同胞下架 食药署也无法可管 都让民众马翻天 就算统一开放退费 消费者也还是无法谅解 我真的蛮难过的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 平常就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厂牌 对他也真的信任 蛮信任的 没想到也会出事 他自己说他自己是受害者 可是我不接受 因为这应该大家都知道的事了 食药署回应公司应该做好溯源管理 10月31号应完成官方登陆纳入追溯系统 但强制实施却还是明年的2月5号才开始 民众痛批食安问题 无可避免 怎么还能等 UDN TV 零号 余嘉妮 台北报导